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协商会 你的任性故事机 最近国内的事不太敢说 毕竟快开会了 共产党要开大会了 我们要坚决拥护党的随便 反正我们要拥护 然后这两天作死 有一个社会新闻看见了 就是关于什么延迟退休 包括什么中年危机正好就碰上了 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新闻 说是在富士康是哪 招工 招工的时候就有人举了一个牌子 就所谓中介 举了一个牌子 举了一个喇叭就喊 您是86年以上的 86年以前出生的 您就不要来了 我们这就不再招你了 这么一个新闻 当时很多人就 哎呦 那怎么弄 86年算了 到今天也刚37岁 对吧 37岁找不着工作了 这怎么弄 然后我看各种 为什么今天敢说这个话题呢 因为是这样 我现在看国内新闻 敢不敢聊的话 我一般看一个指标 就是短视频平台那些所谓 咱们中国所谓的时评的那些短视频平台的号 当然他们的时评 那就跪舔嘛 对吧 跪着舔 闭着眼吹 就是这种人 就这种人 他们敢不敢聊这个事 如果他们敢聊 那这个事我还可以碰一下 如果他们连碰都不敢碰 那这个事我这不能考虑了 对吧 咱们一般考虑 我一般考虑这个问题是否安全 就以这个为标准 我一看好多人那就都站出来了 对吧 尤其是那些所谓事业有成的 我今天公开一个账号 叫淡解创业 一个做抖音短视频的一个博主 最早的时候那是从喜马拉雅起家的 后来做断解创业在抖音上做得还不错 就把喜马拉雅这边给废掉了 言之糟糟 专门发了一篇声明 说我们这个淡解创业再也不跟喜马拉雅合作了 喜马拉雅这个平台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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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我是跟喜马拉雅合作过的 我知道喜马拉雅确实在结账上 在分层上有很大问题 而且在它的营销方式上有很大问题 这是我知道的 但是您如果说作为一个跟平台合作方 你多平台分发的这种情况下 你和这个平台闹掰 我觉得多少 这个双方应该各打五十大板 更何况你淡解创业 把所有的喜马拉雅的平台上的号注销了之后 现在又开始重新发了 我觉得这个事就是你们俩之间 达成了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这个是这样 互联网确实是有记忆的 但是有记忆的人很少 淡解创业这个号就开始在网上各种跪舔 对吧 说实话 我对淡解这个人 那个主播叫淡淡 我对淡淡这个人的私人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俩私下接触过 我对他私人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我先在此声明 我对他私人没有任何意见 我只是说这种短视频 他所代表的中国一系列短视频号的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在我看来就是极端无耻 极其无耻 你淡解创业作为已经孵化了很多下属的品牌 而且这些品牌现在正在做分销 正在做推广 正在做孵化的这种大的流量媒体 你站在这个 你今天说出 我看到你在网上说出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是属于站着说话 不腰疼 他说什么呢 他说的没错 就是这个时代 面临这种社会问题的时候 遇到中年危机 不管你是失业也好 你是工作不顺心也好 还是家庭的 你现在收入不能满足 你家庭需要也好 凡是遇到中年危机的人 应该想想如何改变自己 这句话没错 但是看从谁嘴里说出来 你作为一个都不算是小老板的人 你说出这种话来 我觉得就是站着说话 不要等 就是庄孙子 对吧 你就是在为某一个人的某一些政策去舔 现在我们这些中年人 包括我 虽然我是90年的 按理说还是能在富士康找工作的 但是我并不想去 能在富士康找工作的 我这么一个算是年轻人 非常年轻的 我这属于婴儿了 跟你们相比 对吧 我这么一个婴儿 都马上要面临着中年危机 这么一件事 面临到中年危机的这些人 他们现在遇到的困境 是他们咎由自取吗 我觉得是这样 很多人可能是咎由自取 但是绝大部分人是被逼的 就像前几天 咱们在这个春晚 虽然我没看春晚 但是春晚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词 就是躺平式干部 因为这个词后来上热搜了 我看了一下热搜 躺平式干部 干部躺平是谁逼的 不是这些干部天然想躺平吧 我作为一个从体制内 出来的人 我知道我当初在刚进体制的时候的那种初心 我是知道的 我是想伸伸手脚去干一番事业的 但是是谁逼得我从这个体制内走了 是谁逼得我 现在甚至站在 有一些站在体制的对立面了 是谁呢 我觉得不是我自己逼的 我觉得也不是我这么做的 我当年在防抗局的时候 2016年 见到了一个特别 我这一生啊 就是在防抗局工作中 非常重要的一件工作 就是整治开墙打洞 我当时所在西城区 实际上已经比整个北京市晚了半年 才开始执行这个事了 当时在东城 在朝阳 在海淀 这个事情已经如火如荼了 当我们去干这个事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很多先见经验 可以咨询的 是可以借鉴的 但是在工作 具体工作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 最多的一个问题 开墙打洞是怎么来的 2000年左右 当时国企大面积下岗 因为国企要改革 大面积下岗 很多人生活成了问题 这些生活成了问题的人 他们自然就会成为 社会的不安因素 这个时候是谁 他妈的站出来 鼓励老百姓 开墙打洞 以图自救 我开一个自己的小卖部 对吧 我去自救一下 你去自己干一个生意 赶紧买卖 当年在我所管辖的 那个一亩三分地 那么小的一片区域里头 况且就有至少三家 我看见的 要以他们当年 开墙打洞这个地方为生 为我唯一收入的 这么一帮人 现在我要去把他 给关上 给堵上 对不起 这个工作我做不了 这个锅当年是谁干的 对吧 是你们上他们 当时开墙打的洞 现在反悔的 这个事不是 老百姓自己这么琢磨的 对吧 包括我看到的体制内的很多干部 我相信其中有一些人可能当初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也跟我一样是希望干出一番事业的 就拿我后来来说 我接触的几个比较大的中央部委 其中有一个中纪委 中纪委到现在欠着北京市西城区防管局 我走的时候欠着五年的物业费 我每年到中纪委去收物业费的时候 这个中纪委的干部一年只干这两个月的活 因为他是中纪委的防管处的干部 他一年只干他一年他咱不能说人只干这两个月的活 人家一年最忙的就是年底这两个月 因为大多数单位要到中纪委来收账 他有一万种理由不给你账 你还不敢找他 你敢找中纪委吗 你是体制内的人 你敢找中纪委吗 你不敢吧 如此这样的单位 在当时我的下面 我的管片 至少还有两个 这些干部一天到晚在办公室里毫无作为 谁逼得他们毫无作为 我觉得人这个东西 人这个东西 一生下来 不管是性本善性本恶 他至少不会是像这样 完全躺平在这个体制里头 是谁逼着他去躺平的 这些制定政策的人 如果你淡解创业这种号 你连说都不敢说 反而是让这些受害者 你们自己想办法想个出路 你还是站在一个 你当老板的基础上 他在节目里还说 我前两天刚开除了一个 什么80后的一个 我们那一个老员工 对吧 我如何 我作为一个小老板 我还能这么干 我只能说 你真是站着说话 不要疼 这个在你这工作了五年的人 是受到了谁的企业文化影响 让他在这觉得 我这么干就合适了 是谁当年包容他 容忍他 一步一步放纵他 让他成为五年之后 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觉得淡解 你应该被罪打得过 对于你公司的人来说 那如果在这整个社会上 是谁让老百姓出现了中间危机 又是谁让这些干部 本来应该是在最好的年华 有所作为 毫无作为 是谁昨天公布了 开枪打动这个提案 后来又让他关掉了 是谁干了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玩意儿 才应该是为任何社会问题 背所有锅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简直他妈的真不是东西 得了 咱就说这么多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